大白天,女子從棋樓走出來,雙手拎著垃圾,下一秒直接把垃圾留在地上。 還有人戴在安全帽手拿著兩袋垃圾,根本不管旁邊就貼著警語,直接把垃圾丟在電桿旁,直接離開。 而這樣的隨意亂丟的行為,卻出現在金融艾斯路夜市,道路兩旁,變成民眾丟垃圾的地點。 好像蠻長期有這樣的問題,蠻長期的,老我倒是不覺得困難,但是攤販應該會覺得困難,因為我們是店面嘛,是不是? 那招待是誰揪的嗎? 那會影響到你們做生意? 一定會啊,所以就變成攤位的一定會幫忙用。 仔細看,店桿旁貼滿環保局警語,可能是怕不夠醒目,還有民眾親自手寫一份, 但依舊還是有人亂丟垃圾,往往趁著天亮,或者白天夜市沒人,隨手就丟。 那有關於垃圾不落地這個政策,已經推行多年,就麻煩把垃圾丟在該丟的時間,還有位置,就是丟到垃圾車。 那有關於這樣隨地亂丟垃圾,我們一定會依法告發。 垃圾隨手丟,艾斯路攤販還沒營業,就要先幫您解決垃圾。 環保局說,如果拍到救生器影像,查到違法亂丟者,就會依法開單告發。 記者黃紹明,基隆報導。 我不日和伊朗探位,有限大利他,都要為了解決定。 好心配,各位。 謝謝主導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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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主導!